小中跟姐姐说 你那个进演艺圈还没红之前 日子也不好过 聊一聊那段一起卖淫的日子 真的 那时候其实一直有音乐的梦想 然后原本是在一个 算是一个软体公司上班 电信的 但是就是觉得很痛苦 就是不是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然后就是 那一样要去上班嘛 养活自己嘛 把那些钱就是存下来 去买音乐的器材 买音乐的设备 然后后来就辞掉工作 然后就去帮姐姐去卖银饰 然后晚上 银饰啦 银饰 银戒指啦 银项链 对对对 我算是我姐姐的top sales 真的 我很会推销 我譬如说会帮姐姐去 那时候是在摆摊的模式吗 摆摊也有 百货公司 有时候百货公司也有 那时候我姐姐有在光华商场 然后那时候很多人跟我姐姐买的时候呢 我眼睛会很亮 因为有人会偷我姐姐的东西 对 然后偷我又不敢讲 你不敢讲 你看到了 对 我说你那个包包里面那个要不要 用这种方式来讲 包包里面那个要不要 包包里面那个 要就请来结账这样子 或者他会戴在手上 他会说那你手上这个要不要 你就是忘记了 对 有的真的是 他也很故意啊 惯犯 他其实是故意 对 然后那时候 那时候还去那个 百货公司专柜 对 那我们那时候有 有在什么 远气啊 大眼高导 星光三月 搜狗 我们都曾经就有 有柜在那个地方 那很厉害耶 都是他去接洽 我还管理了一票小姐 对 对 但我被小姐 这个大营窟还有旗下还有小姐 旗下还有小姐 一起来卖营 宗室企业 可怕了 小姐我才发生 小姐很难管理 妈妈赏不好当 为什么 我曾经有一次被那个小姐 贵姐 A了不知道多少钱 你知道吗 换一个是怎么抓到 你知道吗 他 因为我们盘点的没有很清楚 他用一个方式怎么A我钱 譬如说我卖你这个戒指 他说 我不开发票给你 然后我那个钱 自己上 对 算你便宜一点 他把那个钱 因为我们没有盘点嘛 等于说卖出来 那个钱就 记他口袋 好止不止 你们对不了这笔账 对 那好止不止 那一次刚好百货公司有 有那个特卖 就说你又凭发票 就可以去换杯子换什么 他说那你还是开发票给我好了 我给你多一点钱 然后刚好一听到话 原来你没开发票 你这样暗地里 A了很多 A了我们多少钱 而且我们还很信任他 对 我们还很信任他 所以没有盘点 小姐真的是不好管理 对 然后小姐有时候 空跪就空跪 他说他那个来痛 就不去了 然后上海有另外遇到一个小姐 也不去 为什么他说 我找不到车位 就走了 像这种时候你就要去地补他 就我 几乎都是我在那边站 站到我的脚都静脉曲张 真的啊 那你卖 跟小姐卖谁业绩比较好 我好很多 真的吗 真的 因为很多那些妈妈看到他 都会说 我女儿长得怎么样很漂亮啊 你有沒有女朋友啊 都会这样子 吃奶杀手就是 他嘴巴又甜 反应又怪 然后他都会推销那些妈妈最贵的 因为我们有那种 我们有韦戒299的 然后也有那个one piece 然后有半宝石的 那差不多一两万 两万块的 你这种弓那一块 对 你想卖出来一块 今天就跳call了 你看我是不是很专业 我们会讲跳call 就是业绩达标 达到一万 就叫跳call 而且我们在那个计算机上面 还会放个十元年代上面 有有 每个柜姐都会做这个东西 真的有效吗 还好 你很满耶你 我还以为 我还以为说 黏个什么铜板啊 50块啊 就代表说很容易发 那时候做专官的时候 那个压力多大 那个第一个楼管会给你压力 比如说你这个业绩不达到 他就会请你 测柜 别的柜要进来 所以我们也是 很拼 然后我们一定就是 第一就是 一到现场能够开张是最重要 不管有没有赚钱 你说今天 今天一定要第一笔 所以我跟你讲 对 所以你们记得你去逛百合公司的时候 那个 早一点 早一点 如果是他的第一笔 他会给你特别的价钱 真的 各位观众 要抓到这个 他会给他 你说 各柜都是差不多 对 他要先开张 一开市的时候 他就会觉得顺 就顺了 就忘了 所以那时候他就可以基本 有赚一点点他就卖了 他就卖了 他甚至就是没赚 他也会卖 那到底百合公司可不可以讲价钱 你说杀价 是可以杀价的 或者是要他送东西 是一定可以的 折扣啦 折扣是一定可以的 人工折扣啊 对 他可以再去抓一点回来 对 他后面卖贵一点 他再抓到前面这个补这个账 对 是真的可以 我们那时候那个 那个那个中世营 那个 麦银 麦银集团 厉害到什么 你知道吗 我姐姐就是快有个店面了 对 然后后来百合公司也有 那后来我觉得不够 我们再到后火车站 开了一个店面 哇 厉害的 火车站 那边都是做批发的 批发人家的啊 所以你也做批发 不是 零售批发都有 零售批发都有 我们这样一级战区就 下去了 哇 我跟我姐姐就是一人出了一半钱 出了一个店面 那时候请了巨星来剪彩 哇 不得了 请了周杰伦 哇 献哥 呜呜呜呜呜 然后怎么 那个 跟红 跟红 我们的 小马 我们全部都来剪彩 哇 当时在那边造成一个 一个很 大轰动 大轰动 是 不得了 那我们 后来就是想说 那比如 譬如说那个店要批发的嘛 找自己人去顾会比较好 对 就 找错人了 我找我们的妈妈去顾 那怎么了呢 你问姐姐 我不说妈妈的坏话 妈妈去顾是发生什么事了 就是妈妈说 都没有开发票 你讲对了 有 真假的 妈妈带头没有开发票 可能这个批发课来 补了大概一万八 他可能就三千块放口袋 爆账爆一万五 不是啦 你讲真的假的 真的啦 就会讲说 妈妈才站起来也可以啦 妈妈就是 蛮聪明 蛮会钻的 然后后来就是有时候生意 有时候我们想 这个月怎么生意 这么开始掉那么严重 我跟我姐姐就去视察 松露的时候 就听到一进那个 怎么没有人在看 因为我们 我们那个店就是外面之外 里面有个小房间 让妈妈可以休息 放库存啊 放库存什么 结果妈妈把它清出来 放了一个麻将桌 什么 放在里面打麻将 放在里面打麻将 然后说妈 你怎么不顾店 她说 蛤 又没客人 我打个麻将会怎么样